朋友聊世紀天眼東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波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瑪雅人 瑪雅人一開始會多一個村民 然後這個時候因為卡人口的關係 所以可以先研發織布技術 這個能力讓他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跟墨電時代不太會出現 那種村民太晚點織布 被對方刺口抓掉的問題 瑪雅人的後期主要是打工兵路線 他的步兵也很OK 例如這個黃金國步兵 這個老鷹血量可以到100滴血 非常坦 那後期呢 沒有黃金的時候也可以打這個散彈戰 那瑪雅人呢 還是處於一個經濟比較好的狀態 因為他的這個資源永續的效果 不管是挖黃金啊 石頭啊還有這個果子 都可以挖得久一點 吃得更久一點 當然這個野豬也是 所以瑪雅人的前期經濟也不會太差 然後中後期也還OK 所以我個人來說 我還蠻喜歡瑪雅這個文明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波士人 那波士人也是我之前 頻道也是意在推的文明 那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TC的城鎮中心 工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很適合新人來玩的時候 去練習這個城鎮中心 不斷村民的一個練法 那因為他運作效率很快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可以3TC 城鎮中心不斷村的話 自然而然的 你玩其他文明的時候 也會不斷村 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文明 波士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遊俠 攻兵路線也可以打 後期如果沒有黃金的話 也可以點一下銀罐 銀罐點完之後 波士的攻兵 就不需要黃金了 所以讓他打一個 無限攻兵戰術也是OK的 波士人的步兵性不太行 只有常見兵 但是他有駱駝 波士也是一個蠻特別的文明 就是他是同時有遊俠 也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所以即使你玩波士 遇到對方是玩什麼法蘭克馬國 你一樣可以使用自己的駱駝 去做個反制 所以我個人蠻推薦 波士這個文明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我們來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雙方的地圖 波士的地圖前方是果子 後方是石頭 左邊是黃金 看起來前期的果子會很難受 因為這果子很難防 右邊的話只能稍微微一下 這樣微過來 用這個TC連防 稍微微一下 左邊這邊基本上是個大草原 這個要尾有點困難了 如果真的要尾的話 可能就是拉條先先拉下來吧 稍微防一下就好 可能這個波士人 要防守會很難防 地圖分數 他至少來說是有三片木雪 但都不太好 至少有60分合格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石頭在後方 然後黃金也在偏後方的位置 但果子在前方 木區小微的話還可以接受 就是稍微微一下 稍微微一下這樣子 還算是能微的 那來看一下瑪雅人 瑪雅人這邊的地圖 果子在後方 金礦在右邊 石頭在左邊 怎麼在挖石頭 這個時間點挖石頭是要來開稿了 真的是要開稿 五個人去了 那這邊在左邊圍到底 然後正面稍微微一下 然後這邊稍微微過來 金礦可能要遺漏在外面了 不然就稍微拉出來再圍一條 這樣會花很多資源 這邊圍過來 那瑪雅人這邊 地圖也是有合格 那主要是因為正面太空曠 所以很難為 所以分數下降了一些 好我們看到波斯人 兩隻棒棒已經出發了 點下風天時代之後 按下兩棒棒 後方這五隻村民 準備要來插劍塔 這邊銀石頭稍微看一下 這邊分兩隻 好這邊是連環塔 注意喔 這邊連環塔 你看這射程放入內 再建一個塔 這個就是連環塔 那這個好處呢 就是如果你前面金塔 被硬拆的話 你就可以把村民收到後面了 用後面的亮王塔 去輸出前面的村民 就可以守護住前面的這根金塔 所以連環塔的傷害是非常強大 但是它有缺點就是 如果你用連環塔的話 就變成你推進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會讓對方可能有機可乘可以防守得住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連環塔 並不是這麼常出現 這裡有一隻村民出去 圍掉 可以家裡圍好 這邊看到繼續插進來 插進來 要繼續圍後面的喔 這個要記得圍 沒有圍的話 他們就有機會了 拉村民直接收掉 這個插劍塔的村民 右這邊是決定全部自願點小圍 小圍之後 點下一集農一集木 開始撒農田 這樣經濟流程也不會太虧 這邊可以考慮再補一根劍塔 這個位置 或者在這個也可以 就是這個極限地方 然後從這個極限的地方 可以蓋的原因 是因為待會還要再補一集一次喔 這個廖王塔的射程會再更遠一些些 所以朱凱還是可以cover入這些東西 或是這邊決定要下一根劍塔 阻止對手持續的推進 但這邊一根劍塔會被射 所以要稍微往廓拉一點 然後這邊蓋一根劍塔之後 這邊再稍微微一下 或者蓋幾棟房子 稍微擋下就好 基本上就能守得住對方的塔工了 那這時候又有可能要選擇放棄喔 不然就是要繼續插劍塔 兩種方式 插劍塔或是來挖對方的石頭跟黃金 然後自己的經濟 由於現在有點落後了 蠻有人氣這樣子出去 會有點傷到經濟喔 這邊稍微微一下 後面繼續挖黃金 波斯這時候才補下一級木喔 有點稍微被拖到了一點 但這邊這根劍塔又賺到了一個農田 這裡補下一根劍塔 想要來挖金礦 像這種很難守的時候 下一根劍塔其實就還不錯 這邊波斯出了三隻工兵 到了瑪雅家裡 大家看他竟然會蓋好 選擇了撤退 瑪雅也是補下了一個射箭場 準備要來出毛兵 稍微擋一下 這根最終防止會有點危險 毛兵開始按了 這邊直接開個法木場 波斯人這邊其實沒有落後太多 那目前買好這邊是四隻 擊殺掉了四隻單位 這個棒棒跟刺頭全部都送掉了 後面繼續過來 毛兵有在手 應該拉得掉 這邊就要看又要不要再補一根劍塔在這邊 但我覺得沒有需要 石頭的部分 後面還有個劍塔 趕快往後拉就好了 這邊補一擊射比較重要 他已經用一擊射了 OK 一擊射補下去 擋下工兵 那這裡就沒什麼問題 那有人會說 待會波斯要怎麼解這些劍塔 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挖石頭 挖石頭 然後插一根城堡 在這個位置 直接解四根 四根這個 下方的... 料望塔 不然就是要用頭車跟衝車 直接去硬拆了 那這邊農田撒得蠻多的 看到對方毛兵長驅直路 衝了進來 繼續追自己的工兵 工兵現在數量只剩兩隻 收到城中心裡 這裡是毛兵的大冒險 直接跑到了... 下方的料望塔 好 好 好 那這邊補下1級挖石1級挖金 挖石挖金都點了 好 波斯點下平軸跟1級挖金 挖金都是要趕快點 不然待會可能黃金會很缺 這裡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看是要出頭石車了 或是衝車 衝車這邊解的話要特別注意 對方村民可能會來解掉 所以衝車去衝撞的時候 盡量要搭配一些騎士 去採掉劍塔會比較好 那這個第一時間呢 波斯是決定把騎士拉到前線 去攻擊瑪亞這邊的村民 這邊用刺猴去吸收一下劍塔的 箭矢傷害 這個打牌不錯 鵝弓也好 鵝房也好 這裡補下一棟城堡 直接硬拆 這個箭塔的下方處是不能射擊的 所以這個箭塔只能一直被A 只能用槍斌或是森柳 去找騎士才能守住 在這邊看到城堡在蓋 這邊POSE忍不住 要來抓一下村民 找到一隻 由於現在POSE 現在還沒點硬弓的關係 所以 現在打村民要5刀 有點多 如果你想要你的騎士去燒的時候 更強大一點 最好是要點下一攻 這樣可以解決掉非常多的問題 少砍那一刀就差很多 這邊騎士過來 看到村民直接收到了箭塔裡面 這邊是選擇了衝車 衝車加騎士的解法 這個算是比較好的處置方式 直接用衝車硬撞 然後配上騎士喔 開始砍 那再來就是挖石頭插城堡 直接解釋更也可以 那騎士加衝車是比較便捷的方式 我也比較推薦這個方式 那如果你是有挖石頭插這個承認中心防守的話 那當然插箭塔插這個城堡也是可以的 兩種減法 一台衝車過來 讓衝車去吸收一下傷害 然後讓村民過來 去暈點 但是這邊有在空箭塔喔 先衝撞村民在裡面的亮光塔 裡面村民瑟瑟發抖 OK 衝出來 但是又收了進去 哇 村民直接被抓光 給五刀一村 那接下來就是用衝車慢慢撞掉這些箭塔就可以了 那騎士這時候就可以拉走 因為沒有村民的話 衝車基本上不太會被解的掉 即使是四根箭塔應該也很困難 那來看到這邊後面六隻騎士繼續噴 而且這時候跟蹤技術已經好了 這邊直接殺進去 想要抓 應該可以抓個一村 不是問題 可以抓掉一村 在這邊已經把吃運點圍好了 這個的返運速度非常快速 好 那目前又有這邊 村民術是落後十一村的 但是他這邊是單TC帝王時代啊 硬點啊 哇靠這個單TC帝王 有料嗎 就來看一下這一波戰術能不能成功 好 後面的衝車繼續衝撞 又有這邊招搶了一下 好 選擇拉走 好 把這個騎士再會被招走 有機會 果然 因為他這個招翔時間沒有斷 他還是繼續追逐 主要是因為這個料王塔給了孫女視野 所以他就去往上走 那往上走突然有兩隻騎士衝過來 馬上招前面的騎士喔 是可以瞬間招掉的 這有點像招這個劍組喔 然後馬上招對方單位一樣的道理 好 那這邊衝撞完這些劍塔 好 直接來蓋一下城市中心 開始補一下經濟 那其實波斯三個城市中心喔 就等於是四個TC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練到四個城市中心 不斷的話 不斷存 那就代表你在其他文明上 五TC不斷存也是可以辦得到的 所以 玩波斯了喔 可以練到的東西戲也是蠻多的 可以練騎兵啊 攻兵喔 只有步兵不太行 其他都還可以 好 這邊騎士數量其實很多 13隻 這13隻騎士有點猛 好 這邊一開始來檢生物了 好 這邊看到有劍塔 然後這邊其實快挖穿了 所以目前波斯也可以待會再等這個騎士喔 再衝進去 也可以 那現在的話也可以直接去 直衝對方家的劍塔 好 看要不要直接抓農田 可以 因為他相當惡防喔 其實沒那麼怕劍死 但是如果對方開始出羽毛劍射手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啦 就因為這個羽毛劍射手 其實有點麻煩 他跑得有點快 你要去追他 他給你做一個拉扯 然後如果來到城堡底下 你會浪費太多時間喔 去追逐羽毛劍射手 好 這邊要想回頭打嗎 好 決定不離 好 又要上高地 好 直接上高地開扁 那這邊直接拉走 那跑速還是沒有騎士快就是 OK 這根城堡 不是城堡 這個衝車居然被羽毛劍射手給射爆啦 OK 劍塔應該直接用收穿方式解掉就可以了 好 但是家裡有蠻多弩炮的 應該是可以守得住 串燒一下 OK 有點痛 全部殘血 很有感阿 這個奴炮防守 這個奴炮 你要用奴炮擋的話 真的要多出幾台 對方才會怕 好 這邊目前在看這個速目還有多久 還有60喔 還有60個木頭才會挖完 這邊可能要等一下 好 等他挖完就衝進去 好 撞個他一波 好 目前波斯這邊點一下二級絕金 這個挖金技術點的蠻快的 對方有彈道學囉 這個吃得很準 賺兩村 但是目前波斯人的村民數還是領先快要兩倍喔 應該是一倍喔 不是兩倍 41村打80村 非常多 好 這邊先去挖旁邊的牧區 先招翔一下 應該只招到一隻 直接手起刀落 解決掉了 這裡補下了母子環跟弓兵鎧 弓兵鎧這手補也不錯 而且還有這個母子環 可以讓這個射速更快一點 這邊在抖動 那騎士現在殘血的情況下 最好是趕快拉到家裡喔 然後用自己的僧侶去補血 這裡可能要補個修道院 這裡還沒有補修道院 現在專心補農田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波斯的運轉速度太快了 農田沒有補的話 很容易就會斷村了 但是現在木頭有點爆 好 那現在身上帝王時代的瑪雅人 點下了三級射之後 還有點下三級木 巨型頭司機已經開始在量產 但還好 波斯的成人中心血量是雙倍的 所以可以砸久一點 慢慢打 拖一下對方的時間 那這裡可能要先點下帝王的STAT 然後趕快補下更多的騎士喔 就可能要再繼續補 好 那現在缺大學 就可以點下帝王 這邊有點卡建築物喔 羽毛兼射手開始麻煩了 數量開始多起來 5加4 攻擊都滿了 化學已有了 好 騎士的血量還是很殘 欸 那邊血飯補滿 左邊有打鬥嗎 看起來沒有 好 這邊有 正面要硬打嗎 好 這裡收村 然後讓騎士往前衝鋒 羽毛劍射手 稍微拉打 OK 拿一隻騎士去打後面的奴炮 奴炮應該會被收掉 OK 巨型頭司機兩隻直接輸出 應該可以收掉這一台巨頭 OK 聖女也跑掉 欸 插一下而已啊 串燒 NICE 奴炮串燒最後解掉了 OK 現在我拇指還了 馬尾羽毛劍射手 會很難產 射速快 而且又會拉打 好 這邊趕快補下地龍師帶 那這邊農田要繼續灑 然後補下更多的村民還有騎士 這我可能壓制得住 單TC的瑪雅了 那現在村民處是52村打96村 又這邊沒有補下自己額外的承認中心 本來是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想要來繼續量產馬尾羽毛劍射手 那這個羽毛劍射手 數量來到60隻之後 會非常難產 基本上就是一隻一發其事 很難打的 好 那這邊補下精銳升級 那這邊精銳升級 主會補他的遠方 還有這個血量補到65滴血 沒有補到攻擊力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補到攻擊力好像會太防 太強了一點 好 射程再多了一點 射程變8射程 稍微用剩餘補一下血 這邊波斯繼續開農 後面的黃金已經挖得差不多 那這邊圍了一個萬里長城 這裡有個洞 好 左邊繼續圍 這邊圍到底 那這個要圍的時候要注意這個潛灘 是敵人可以過來的 這個也是 所以記得要把這個沙灘地方也要圍一個石牆 地方才過不來 好 那這邊騎士到後方 這邊應該是在等三級防跟重裝騎士好了 才要繼續進攻了 哇 這裡也有洞 哇 到處都有洞 好 這邊騎士抓到了挖黃金跟挖木的村民 哇 又有這邊損失慘重 好 直接往下保 這裡有一棟城堡可以守一下 好 重裝騎士 還有10秒鐘才升級好 邁亞人正面繼續潛壓 找了一隻騎士 好 這邊全部升級好 裡面只剩下11隻的村民躲進去 目前村民數47吋打108吋 村民數差距非常大 這邊是要守屍城堡的意思嗎 也是沒有在空 應該是沒在空而已 好 現在浮世人有點被控肉 肉量起不太來 好 補下更多的馬舊 黃金要再多挖一點 黃金不太夠 這個羽毛巾廁所進來完全無法招架 但這邊的重裝騎士 打城堡打到一半的血 讓後面羽毛巾廁所越來越多 選擇撤退 不能再繼續打 好 這裡有更多的騎士 補路過來 騎士再遛狗 好 就有三隻 好 這邊稍微跑動一下 好 上高地開打 看這傷害有點痛啊 羽毛巾廁所 去拉扯 這波應該是可以秀完所有的騎士 但需要耗費大量的控制力 沒有辦法去做其他事情 因為家裡被打 所以回頭收了村 然後導致自己前線的 羽毛尖射手沒有在動 所以還是被鯨魚掉了幾隻 剩下13隻的羽毛尖射手 讓Post的壓力稍微小了一點 好 中間蓋一棟城堡 所以我這邊招搶失敗 騎士繼續招 應該能招到一隻血多的 好 這邊 努力在射村民 村民直接硬蓋 90%蓋不起來 要拉更多村民才能蓋起來了 好 站這邊騎士繼續追逐 好 這邊雙線打得很漂亮 好 一直讓右家裡一直著火 沒有辦法好專心控前方 但目前騎士有點擋不太住 裡面這13隻的羽毛尖射手 好 直解了5隻 騎士數量還不夠 先解掉之後 然後趕快要到前方 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好 騎士繼續解 應該能解掉這一波了 OK 搞定 好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 瑪雅人到底要怎麼打 繼續出羽毛尖射手 還是要轉個幾兵呢 看這邊轉幾兵 需要的資源有點多 工坊也要重新投資 這個是又現在需要思考的事情 不然就是要開城中心 跟對方開農 但開農的話 可能會導致自己的 錢壓不夠給力 但我覺得現在可以考慮 開一下會比較好 畢竟馬尾毛尖射手 需要黃金跟木頭而已 食物其實不太需要這麼多 好 這邊優先射村民 村民直接硬蓋 97%停下來 有辦法嗎 哇 這裡有損失一大堆村民 變成52村 打賭3村 這邊波斯人感到有點尷尬 這根城堡可能會建好 這根城堡如果蓋好的話 這根城堡就沒有蓋的必要了嗎 但我覺得就算蓋好了 他也是會拉更多村民來蓋 這個拉的有點不太乾脆 村民拉的不夠多 好 直接蓋完 OK 蓋完之後 說明挖石猴 或是挖黃金都可以 這邊波斯又再買賣了一波 賣了一堆木頭 換成黃金 這邊打算是要來點 遊俠囉 OK 遊俠補相 有遊俠的話 坎度就有所不同 傷害也是 傷害會在獨家2攻 想要獨家40滴血 這邊找到一隻騎士 這邊騎士高打地 有機會打地嗎 但是又有在控兵 直接反打了回去 夠打地 失敗 好 騎士繼續出 又這邊 也沒有蓋下額外的城中心 而是繼續 爆出更多的馬羽毛巾射手 好 兩台軍型投擲機 這邊沒有打算要先補真兵技術嗎 還是他覺得這根城堡蓋起來 也守不太住 可能趕快補一下 可能他已經補了吧 剛剛可能有露看 後面有一棟城堡在這裡 好 遊俠還有一分鐘 這邊不是需要再等一下 稍後再加速一下下 好 月明圖阿黃金 會不會被抓包呢 果然被抓包了 還好有哨戰喔 反應的蠻急死的 只有死了兩村 還可以接受 好 但是這邊 騎士繼續互追 想來挖石頭 但巨頭已經過來了 左邊這邊可以繼續圍到底 好 這裡有一隻羽毛劍射手 在那邊嚕嚕小小 可以拉一隻騎士來防一下 OK 遊俠已經升級好了 12加4 但是目前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打起來還是沒有到最頂尖的狀態 後面生鯉招一下 先趕快砍後放生鯉 可以砍掉一隻 兩隻 但自己被招走了一隻騎士 遊俠被招走 雲俠實力被拆掉 自己也傳出巨頭開始反制 看對方鑽一個小 小小的窄口 但這個窄口 鑽進去之外 後面包抽還可以再收到城堡裡面 然後再從上面放出來 看要不要又這樣做一下 可以被這樣包夾有點痛囉 哇 遊俠就是彈 多這40滴血 多很多 哇 這裡覺得沒有收進去 直接損失了所有的蠻雅羽毛劍射手 這邊遊俠反制的相當成功 好 右邊再繼續偷偷挖黃金 現在是44片田跟46個彩金礦工 左邊這邊村民直接被一隻村民給 一隻羽毛劍射手給抓掉了 死殺 好猛 好 現在黃金被控 遊俠可能會按得有點困難 好 繼續應招 找到了一隻 好 招翔再次招 才沒有招到 好 這邊想要先抓後面生女 OK 要被找到 還可以 接受 三巨頭直線開拆 拆掉了第二棟城堡 應該不是問題 只要有三巨頭就能搞定了 左邊這棟城堡也是 好 這時候不管左邊城堡 還是往上直接北上爭討 又的 城堡中心 跟家裡的城堡 欸 結果又往左邊走了 打左邊會比較好 對方比較難守 這邊遊俠可以繼續出黃金 找個機會再繼續抽嗎 羽毛監視手數量又再次來到 30隻以上大關了 好 這人這邊招一下 這隻能招掉嗎 哎呀 沒有辦法 繼續追逐 哇 好多隻 47隻 威力還出來了 遊俠對上羽毛劍射手 這個畫面 現在很少看到 這麼多羽毛劍射手能擋得住嗎 感覺還是要出點擊兵會比較好 但是右這邊是單TC的關係 很難出擊兵喔 資源量不太夠 好 這邊想要修操作 這邊想要修操作 瘋狂擊火 但後面有遊俠想要直接包抄 但沒有包抄成功 好 賺了一個窄口之後 又再次把遊俠給擊退 但是自己的城堡只剩下倒數第二座了 如果沒有城堡 就沒辦法繼續剷除自己的 那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沒有之後 要怎麼不打呢 只能轉擊兵了吧 哇 這個窄口好舒服 射掉非常多遊俠 好 城堡 再一下 搞定 搞定了 現在繼續輸出 砍掉了一些羽毛劍射手的數量 好 遊俠 沒有要停 一直按 好猛 好 右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單一兵總打到底 這裡就下了更多修道院 好 生物被打噴了出來 這邊就去撿一下 好 軍銀投資機一邊人在防守 直接被射掉了一台 小虧 好 這邊在拿生物之前 還是先來招上對方的遊俠 OK 再解交一台巨頭 巨頭只剩一台 好 這邊應招 好 遊俠 繼續追逐 選擇後撤 這裡再繼續追 好像會有點危險 後面有城堡 好 這裡轉出一些輕騎兵 想來抓對方的僧侶 那目前怎麼看喔 都是波斯人這邊大漁喔 瑪雅人這邊68村 經濟有點慘 波斯人是兩倍經濟 但現在遊俠又遇到的問題 就是金礦會挖桿 如果金礦一挖桿的話 還是要轉一些戰矛來擋 但波斯人沒有三級射 所以用戰矛兵打的話會有點薄弱一些 看來要不要直接出這個 奴兵喔 但是無限奴兵 對上馬爾羽毛尖射手又很爛 變成他有六防的遠防 這個奴兵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應該是兩滴 加化學的話可以射到兩滴血 好 這裡東城堡蓋好 直接來搶右的黃金 哇 這裡可能村民逃不掉了 這個黃金一段又可能要打出GG了 阿羅馬這時候補下去 OK 這邊村民收光光 只剩下50幾隻的村民了 哇 波斯這邊大獲全勝 剩下這邊主力部隊46隻羽毛劍射手 27隻遊俠 要保抄了嗎 最後的戰役 這邊先拉走巨頭 有機會跑掉嗎 沒有 射速太快了 一毛劍射手優點就是射速快 還有跑得快 還有血量多一點 抖動 抖動 OK 抖掉一些箭矢 好 這時候波斯人終於點下增兵技術 魚暗真的沒點 好 蠻有人補下了草藥治療 就可以來補在城堡裡面補大量的 弓箭手 好 右邊大羅馬直接抓到了 右的伐木工 這邊可能還是要損失掉的一些單位 因為自己他還沒有補下三貢 所以還是可以跑下一些村民應該是沒問題 哇 結果只有一村逃掉 其他村民都倒了 現在村民出38村打141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3倍 哇 應該是差距是 對 3倍左右 好 後馬繼續追 正面 箭矢非常多 三公快好了 這邊來修一下城堡 另幾次點出了一台巨頭 想要來反擊 好 蛋裡面有20隻遊俠在等著 這些大羅馬被城堡給逼退 好 遊俠在這邊等時機出動 好 幾隻弱馬還在後方繼續燒囉 這裡補下更多的馬 想要爆更多的馬出來 但他木頭還是有點多 沒有撒更多的農田 如果是我的話 就會把這一坨牧區的村民 全部爆撒一波 好 前線補一堆馬就 好 還把石頭給賣掉 好 是買石頭 不好意思 看錯 好 後方又有更多大羅馬 直接衝到後方牧區 家裡只有少量的羽毛間射手可以打 又有村民出40隻打 141村 波斯準備要進攻囉 放出所有的遊俠 距離頭司機 6台直接開丟 這邊要空的是只有大羅馬 大羅馬直接後續抓後面的生率 這邊大羅馬直接往前硬A 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但自己的最後大羅馬死得太快速 哇 這一波打起來 馬來亞羽毛劍射手 看起來是要打輸了 量不夠多 遊俠又繼續補得過了 還有大羅馬 又這邊打出了GG 哇 這一場比賽出了222隻的羽毛劍射手 單TC出成這樣子 相當不容易 遊俠總中也出了快200隻 193隻的遊俠 再看他經濟 經濟是有波斯這邊大獲選手 但石頭是蠻矮的 這邊肉量贏的就是以貝多 非常多 黃金則是贏的也快1萬 哇 那這場比賽 我覺得又這邊的想法 可能再練一些新招吧 畢竟他這個打法也不是他的風格 有可能是想要在比賽中 拿出一些特殊的招式 去應對對手 所以他還是打出這個 單TC羽毛劍射手的戰術 這個戰術的缺點其實蠻多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用羽毛劍射手 把這方直接打趴的話 巨頭第一次也沒有拆到太多 承認中心 會讓對方有機會可以 繼續守住的話 只會越來越 越來越劣勢 那如果你補承認中心的話 經濟上也肯定比不上對手 開農速度 可能又 就只能選擇 繼續強軍師 除了羽毛劍射手 那獲奇 波斯就是繼續出 遊俠跟大肉馬 還是有機會可以解決 這一大頭的羽毛劍射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